美国国防部8月26日证实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机场外发生两起自杀式爆炸 据阿富汗当地媒体阿斯法卡通讯社报道 目前至少20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 美国驻喀布尔特使向白宫提供的简报称 至少1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爆炸袭击中丧生 另外有几十名军人在爆炸中受伤 爆炸一起发生在机场的阿贝门 一起发生在阿贝门附近的南爵酒店边 当地时间26日早些时候 英、美、德等多国警告阿富汗喀布尔机场 很可能将发生恐怖袭击 建议其公民远离该地区 不过塔利班发言人穆贾西德博士了这些说法 称报道不正确 另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报道称 一名美国官员和一名熟悉情况的人士称 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自杀式袭击者 制造了阿贝门外的爆炸 洛杉矶市市长贾西提8月25日宣布 市民将有机会额外申请到 州政府加州新冠病毒租房援助计划的租房补助 该项目将于9月1日上午7时开始接受申请 州政府加入洛市政府共同推动租房补助计划 预计将拨款52亿美元当作租房救济资金 其中洛杉矶将取得9亿5000美元资金 只有受到新冠疫情影响面临失业 薪水减少 员工减少的民众才有资格申请 有资格申请者必须提供失业金领取 被解雇等书面文件 任何有需求的房东或租客都可以登录 housing.ca.gov进行申请 或致电833-687-0967寻求协助 8月25日晚 南加雷东多海滩码头发生枪击事件 造成两人受伤 引发大规模警方回应 一名嫌疑人已被射杀 在接近晚上9点30分 警方发出公共安全警报 要求公众避开该区域 警报说 如果您在码头上的餐馆或公司 或认识在码头上的人 请待在室内直到另行通知 据洛杉矶联合学区公布的新冠数据显示 东好莱坞的格兰特小学报告 教职员工和学生中有11例确诊病例 据信其中7例是在学校传播的 洛杉矶联合学区在一份声明中说 这些确诊病例集中在一个教室里 学区正在与公共卫生部门充分合作 学区已经向所有可能受到影响的人 发出了警报 并向隔离班提供了继续学习的教学材料 据英国卫报8月25日的报道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牧民 本杰克逊24日分享了一段 治愈感人的视频 他用古物在农田上摆出一个心形 然后成千上百只羊奔向食物 缓缓形成一个心形图案 他用无人机拍摄下这一幕 向已故的亲人致敬 杰克逊表示 在新冠疫情封锁之下 无法亲自出席阿姨的葬礼 在这个具有挑战性的时期 只要这个视频作品能让一个人露出笑容 阿姨都会为此感到自豪 8月26日上午 中国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依法对曾经轰动全国的 吴谢宇施母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 以被告人吴谢宇犯故意杀人罪 诈骗罪 买卖身份证件罪 数罪并罚 决定执行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三千元 有律师指出 一审判决后 吴谢宇若不服判决 有十天的上诉期限 具体日期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算